中国四川的成都商报记者刘琦 22号离奇的坠楼死亡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另外最近发生的好几起记者被捕的事件让大家叹息 记者在中国已经成为高风险的行业 23号 成都商报的官方微博 引述四川省广安事务顺县警方通报的初步调查情况说 刘琦6月22号傍晚回到老家武圣参加朋友婚礼 入住县城洪华宾馆二楼房间 23号凌晨1点30分左右 刘琦被发现坠落一楼地面 伤势过重不致身亡 许多网友质疑 刘琦死亡原因相当蹊跷 因为27岁的刘琦刚领结婚症 而且就在22号 刘琦拆卸了 维花物泄漏40分钟排险的稿件 另外还有网友爆料说 宾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事发后态度冷漠 拒绝承担责任 一群不明身份人员阻止家属维权 湖北武汉中国杂志社记者刘一鸣认为 现行制度让记者在中国成为高风险度的行业 中国是没有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国度 所以做记者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职业 一般的记者倒还好 但有的记者比较爱讲真话 这样的记者就时刻面临受迫害 甚至被杀害的风险 目前除成都商报微博发了复告之外 成都官方还没有任何相关公布 网友们也指责同时媒体人 中国的记者对同行的处境竟然不关注 网友王淼的哥说 23天前 记者杜斌被北京公安抓捕 6月21号 南方日报记者胡雅柱被检察院抓走 今日凌晨 成都商报记者刘其蹊跷坠楼身亡 发生这么多事 媒体记者跟没事似的 都麻木了 都吓死了 广东南方日报记者胡雅柱 与另一名记者刘维安 之前一起发表文章 双面民歌 少官政法乱象的透视镜 揭露了少官市委副书记林耀明 在分管政法招商期间的乱象 刘维安之前是南方报业集团 南方网法治频道的记者 官方近期指控这两名记者涉嫌受贿 将他们抓捕 最了解 刘维安 胡雅柱两人 曾经分别发表多篇舆论监督的报道 很多网友认为 他们被捕与他们发表的文章有关 那这就是以经济罪名 进行政治迫害 我认为敢于 面对传逆 敢于揭露官员 内幕的 我想这种记者是 道德水平比较高的 这样记者 收取贿赂的可能性 国际记者联盟在上个月 给北京当局发出信函 要求释放被监禁的记者 信中还批评中共经常关押记者 侵犯他们的基本自由和人权 信中说 记者他们只是履行记者专业的职责 以告知公众信息 而去年 中国有超过30名记者被抓 等待审判 是全球被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新唐记者刘慧采访报道